六四這個運動就跟這次我們送中一樣的 不過六四他在中共獨裁統治下他怕 所以很快就給他鎮壓下去了 我們這次香港由戰中到這次送中運動充分可以體現 大家都看到了一國兩制徹底失敗 我一早講過了這個一國兩制是共產黨做的統戰工作 是給臺灣看的 97年一國兩制就是給臺灣看的 通過這次送中運動 臺灣人民徹底的看清楚中國共產黨的正面目 原來共產黨他還在幕後背後 這次他這次是充分的全部暴露在光天化熱之下 他現在經貿戰失敗 這個統戰臺灣響一國兩制也失敗 香港他現在 講得好講得好 OK繼續講 香港這次呢 這個運動呢 他這個在目前這個國際的形勢下 他就打橫來 就是打壓香港人 現在還口口聲聲講一國兩制 那你為什麼不怕呢 你為什麼還是繼續這樣出來呢 現在不是出了公安法嗎 對啊 他就是把臉皮全部抓破了 他不顧經濟 假如政治跟經濟呢 他選擇了 共產黨是選擇政治 他想保住自己的地位 像這個 原來在國內解放以後 講這個四萬萬同胞 一定要解放臺灣 叫到現在還沒解放 他就是講給國內聽 宣傳打壓 講講話 假話再想掩蓋假話 那葉先生 為什麼您不怕還是要繼續出來 因為我們看到警察都說 你這是非法集會 不非法 我一個人 一個人 我表示我自己來悼念六四 這次政府 以疫情的名義 就不給我們香港人紀念六四 出光晚會 我們三十年 今年是三十一年了 他就以這個藉口來打壓 現在我們香港人一定要堅持 要出來 明年六四還是用自己的方法來表達 我們對五大訴求去一步口 一定要堅持 為什麼 我們不堅持 哪有人抱我們香港 對不對 叫共產黨抱我們嗎 不可能的 他講 我們香港搞獨立 聯合國外勢力 他支持聯合國外勢力 抗戰 他是搞情報給日本美日 他是搞情報給日本美日 是吧 毛主席講了六次感謝日本人打中國 他才能把蔣介石搞到台灣去 他自己表示感謝 他是反反覆覆 那你對香港的前景怎麼看呢 現在很多人都覺得很悲觀 想要移民 想要撤資 不要悲觀 不能悲觀 這個香港的前景啊 就像我們的足光一樣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您為什麼這麼樂觀呢 我因為看得多了 我給共產黨一直打壓 一直打壓 到了香港好不容易 回到香港有了自由 那現在他一下子 把我們香港搞到像以前的救助會一樣 你現在有很好的消息 原來國外就聲援香港 現在國外實際行動 來做給香港人看 要對中共要懲罰了 那老婆已經很明白了 指出他哪裡錯哪裡錯 我們要怎麼制裁他 然後就一步一步來 所以香港人一定要堅持 不堅持沒人救到你 自己 من指出 有這個錘子 我不是要說 過了 什麼時候 整個母親 總共的身邊 我都在這裏